而为了表达慎重追远是传统的美德 花莲县政府在112年清明扫墓便民的服务措施上 从3月25号到4月2号 在各乡镇市护镇事务所免费索取鲜花 而在4月3号到4月4号 则是在花莲县43处较大型的公墓以及纳谷塔 设置便民服务台 备有鲜花、毛巾、手套以及矿泉水 提供乡亲最及时的服务与需求 清明是传统24节期之一 也是扫墓祭祖以及村友的重要节日 中国人重视孝道 每年清明十节都会成功祭祖 既传孝私以缅怀仙人 是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 花莲县政府112年度再度办理 清明扫墓便民服务的措施 3月25号到4月2号 在13香镇寺护贞事务所 提供免费锁取鲜花 让乡亲前来领取 护贞人员贴心的服务 让乡亲登记之后 就可以领取一束鲜花 花莲县政府为了要便利 我们花莲县的乡亲来扫墓 在3月25号开始到4月2号 在13个护所 护贞事务所都有提供鲜花领取的服务 特别在4月3号跟4月4号 在各个公墓以及纳古塔 是13个服务据点提供我们服务用品以及鲜花的领取 那服务用品包含我们毛巾、矿泉水 然后还有手套 那方便民众来扫墓 那欢迎乡亲能够踊跃的领取 那也厚实我们亲民扫墓这样传统的美德 欢迎来我们的证图表 是11月3号和11月10号两天 护贞事务所的同伦们都会在花莲县 自删除大型的公墓以及纳古塔 搭设并名服务台 除了提供免费的鲜花还有必须用品 也请相信多加利用 记得你终于华丑老